墨鱼 墨鱼也是我们常说的污垂 分布在世界几乎所有海域之中 可以说墨鱼全身是宝 不但口感爽脆弹牙 还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每百克肉含蛋白质13克 脂肪仅0.7克 还含有碳水化合物和维生素A 必多为维生素及干 铃铁等人体所必须的物质 是一种高蛋白低脂肪滋补食品 说了这么多墨鱼的好处 来看看用它可以烹制哪些美味料理吧 毒笋下墨鱼汁液面材料 墨鱼汁液面 虾仁 毒笋 洋葱 大蒜 橄榄油 高汤 淀粉 黄芥末 柠檬汁 黑胡椒粉 芝士粉 盐 新鲜不合意 做法 1.水开下面 加盐 煮到八成熟 2.虾仁用料酒腌制去腥 3.芦笋洗净后切断 大蒜切片 洋葱切丝 4.在煮面的锅中加入淀粉 黄芥末 柠檬汁拌银 5.姜蒜 洋葱 虾仁 芦笋下油果炒制 6.六成熟时倒入调制的汤汁 煮煮变稠 7.倒入煮好的意面在炒锅中 8.翻炒均匀装盘 9.撒上线磨黑胡椒和芝士粉 即薄黑夜装饰即可 椒盐墨鱼材料 墨鱼 9.2勺 蛋清 白胡椒 盐 番薯粉 做法 1.将乌贼与调味料拌匀 2.炸油烧热约三分之一锅油 将番薯粉拌入煎好的乌贼 放入油中炸熟捞出 3.将锅洗净 在火上烧干 再将炸好沥干的乌贼加入锅中 与椒盐拌炒 待椒盐便沾于乌贼上 便可起锅 Tips 1.乌贼要尽可能保持干冷 可以再买回来时先洗净 用纸巾擦干 放入冰箱冷藏备用 2.下锅前 粘适量的番薯粉油炸 不宜多粘 以免过于粘糊而不够香酥 意大利墨鱼之会翻材料 墨鱼 墨汁 橄榄油 意大利米 香草 做法 1.用平底锅烧热一匙橄榄油 并将牛油煮容 3.以慢火炒至米粒成半透明状后 煮约3到4分钟至米粒成半咬口状 捞起备用 4.墨鱼洗净 落油煎香备用 5.热锅后 加橄榄油略炒后加入白酒 白酒煮滚后 加入备用的意大利米 以慢火不断搅动 再撒上香草炒均 6.加入一些鲜奶油 也可以加入化开的黄油 可撒上一些芝士碎 7.将饭炒熟 加入前面煮好的墨鱼和汁 再撒入香草一起混炒 半煮 并不时搅动至酱汁 墨鱼寿司材料 寿司米 寿司醋 新鲜墨鱼肉 做法 1.将墨鱼肉切成薄片备用 2.把寿司米洗干净 像平时煮饭一样的煮熟 3.煮好的寿司米 稍稍放凉至40度左右 加入寿司醋半匀 4.鱼肉片放在手中 将醋饭右手攥成小饭团后 放在左手鱼肉上 一同手握成形即可 照烧花枝包材料 高筋面粉 墨鱼丸 干酵母 鸡蛋精 鸡蛋 牛奶 黄油 蜂蜜 墨鱼花 白砂糖 照烧酱 沙拉酱 海苔 做法 1.鲜酱250克高筋面粉 150克牛奶 50克白砂糖 4克干酵母粉 50克全蛋 40克黄油脂 成面团发酵 2.将发酵后的面团揉匀 分成小剂子揉圆 3.新鲜墨鱼丸 空干水分 4.将墨鱼丸裹上一层照烧酱 5.取一个揉好的面团 压点后包入墨鱼丸 开口封好朝下重新滚圆 6.放入烤盘加热发酵 7.发酵后在面团上刷一层蛋清 8.180度烤26分钟 9.上晒后加吸纸 纸取出面包刷蜂蜜 挤上沙拉酱 撒上墨鱼花和海苔即可 以上内容来自网络 版权归原作者所有